2022年11月底 中国爆发全国性抗议 各大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 手指白指表达对动态清零政策的抗议 并罕见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白指运动随着中国防疫政策松绑 北京众手打压示威者而告终 但这场8964以来最大的学生运动 在年轻人中间埋下了抗争的种子 继上海万圣节 中国年轻人张扬个性表达不满之后 本月早些时候河南大学生掀起夜期开封行动 据报道单日最多有高达十万名年轻人响应 交通一度瘫痪 近几个月来中国无差别杀人案件 如井喷般爆发 显示在官方加紧对社会控制 经济放缓且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 民众的挫折感和社会不稳定局势在不断上升 那么两年前的白指运动揭开了社会抗争的序幕 未来中国出现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概率有多大呢 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 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好快呀 白指运动两年过去了 很多中国人都在感叹 随着当局抹杀三年动态清零运动的所有痕迹 人们可以忘掉封城 隔离 做核酸 打疫苗的许多惨痛经历 但年轻人手举空白指章的无声抗议形象 却让人过目不忘 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 您如何评价当年的白指运动 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呢 对 白指运动呢 我刚刚我非常同意主持人所提到 这是自六四以来 中国年轻人对体制不满的一个其中的爆发 当然它的前置事件就是清零政策 而清零政策呢 在中国各地引起了这个普遍的那种抗议 或者普遍的那种愤怒呢 它不仅仅限于这个年轻人 但是呢 年轻人呢 他们是第一次站出来 举着这个白指 站在街头 站在政府的面前 站在各种交通要道 去表达他们对 不仅仅是对一个政策 具体政策的不满 而是对整个体制的不满 甚至对某些个人的不满 甚至公开进入要求习近平下台 我们也可以联想 在这个白指运动之前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那个彭立发事件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他在那个四通桥上面 公开打出了一个要求 就达到独裁政权 这一系列事件都不是偶然的 孤立的事件 它是中国民众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对于政权的这种高压 以及中权的那种独裁性 人民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表达自由 没有这个去参与政治的 这样自由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奋斗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个运动呢 我可以也可以说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那么它不仅仅是表现在 它的这个形式上面 更重要的是它其实 它是把中国各界成人的 各种愤怒 都集中表达在他们 而且提出政治上的诉求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白纸运动 今天两周年 我会各都来看 它可能对中国未来的这个政治 这个民众参与政治的这种表达 以及对于这个中共政权 将来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 独裁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性的 一个重大事件 白纸运动呢 是自八九天安门学生运动 发生三十多年来 三十多年以来 最大的一次学生抗争运动 前者发生在比较宽松的 政治环境中 因此呢 声势浩大 而后者呢 是在习近平对社会 严密管控的条件下发生的 虽无声无语 但鱼无声中见惊雷 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 两年过去了 白纸运动给中国人 提供了什么启示 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是 首先对你刚才的感叹呢 那个就是时间过得真快两年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再看 那个八九那个民主运动了 那么时间过得真快三十五年了 其实一代一代的人呢 就这样就是被牺牲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呢 就是我一再的讲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现在七十多年 那么中国人从来没有 握过有效的选票 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选举 那么所以呢 就中国了这个广袤的 广袤的土地呢 其实是生产世界上 百分之九十七的 奴才的这个国家 因为其他的那个 只有两三个国家呢 是没有全国选举的 那么他们占的人口 总是在全球是非常低的 那么我们看到在中国 为什么会出现白纸运动 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们经常讨论到中共的上层 那么中共的上层 现在呢已经逐渐的 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不仅是寡头化 而且现在习近平呢 要把它给做成 个人的高度的集权的 一种王权式的统治 那么使得中国高层 内部呢 给人民呢 就是带来 就是说有自动 那个主动变革的希望呢 是完全的上市 那么如果这种 那个内部变革 或者所谓党内的 这种派系斗争 或者还有改革派 那么跟就是 保守派的这种博弈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都已经那个消失了 中共就是完全 现在变成了 一个死水一潭了 那么完全就是 一条黑路要走到底了 那么这个事怎么办 那么当然 比较那个好的一个希望 就在于 有社会 有公民社会了 有健全的力量了 来进行一种推动 那么白纸运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了 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 培养出的他们一代的 就是说 布尔乔亚化的年轻人 那么他们呢 受过那个良好的教育 那么所以他们呢 对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呢 还是有比较敏感 那么同时 对就是疫情呢 这个大灾难呢 带来的 给他们呢 不仅是自由的 那个丧失 而且是生命的 生存的危机的 这种恐怖了 那我觉得是触发了 他们的这种抗议 那么这当然呢 是一个社会 对这个政权的一个反动 那么如果这种 那个反动呢 能够进行一种 良心的一个循环 也就是说 中国的政权 如果还有点回应力的话呢 那么这种社会运动的方式 可能会推动中国的进步 但是很不幸 那你会发现了 白子运动呢 它两年以后呢 那么确实也没有 那个继续会 那个存在下去的迹象 中国未来要改变 中国的运动 恐怕也不是一定 是白子运动 但是白子运动呢 它拿一张白子 也就给中国人呢 找到那个聚焦点 那个聚焦点 就是包容一切 也就是说 你现在说什么 那么我们都可以放到 白子上 都会来起诉这个政权 它的罪恶 那么但是呢 就说因为这种 那个运动的 目前的在中国呢 那运动的 目前的还是微弱了 那么所以中国呢 就出现了底层的 这种无序的这种密烂 那么无序的密烂呢 然后就个人性的 报复性的这种 伤害社会呢 来试图了 那个泄愤 那么所以中国呢 确实是白子运动 就像我一再思考 就中国了 陷入一个就三角 一个危险的三角地带 那么专制 怎么样能够 过渡到那个民主 那个如果过渡不到民主 专制怎么可能会溃败 那个回到那个 无政府状态 那么其实现在全球呢 我们都面临着这种 那个专制民主 跟无政府状态呢 这个三角的是博弈 因为很多的专制国家 最后是堕入到 无政府状态 那么另外的话呢 很多的民主国家 我们也看到 也民主倒退 那么也在那个 进入到那个 无政府状态 或者是专制状态 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 那个在高科技情况下 民粹主义呢 被寡头了 政治寡头和技术寡头了 所那个利用了 那么形成了 目前的政治格局 好 我们来看网友们 是怎么评价 这个白纸运动的 一位网友叫 We are blank paper 这位网友说 红墙白纸NFT 2022年10月27号 白纸运动当夜 铸造于OpenSea平台 在区块链上 永远记录这一刻 白纸是21世纪里 所有被压迫 但不能自辩的人 唯一的表达 另外一位网友 叫王小二 对不起 王二小 说怎么老想着社会抗争呢 这些年轻人被抓 你们救得了吗 救不了就闭嘴 用别人的自由 来满足你们的快感 有意思吗 中国哪次政治改变 是靠社会运动来决定的 哪怕世界也没有先例 必须他们体制内部人 也不满参与进来 才有可能 我们这位网友 好像这个看法 当然我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比较片面的是 他完全否认了社会运动 社会抗争 我们请两位专家 简要的评论一下 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 首先余博士 其实我刚刚想讲的有一点 这个白纸运动 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如果你仔细比较 白纸运动之前 跟白纸运动之后 中共对他 这个白纸运动是有回应的 这个回应就是 过去那么多年来 对习近平处心距离想建立的 所谓党领导一切 就是染指到 每个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一场运动它是被主持的 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看 我们有相对 与白纸运动之前的一点自由 是跟白纸运动有相当的关系的 所以我不太同意 这个王尔孝的这个观点 好 夏教授 是 在目前 那个世界的民主发展史 也就是说我们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后了 现在是处于最低点 而且许多的民主的老店了 可能都会被卖掉了 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许多民主国家了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了 在对待中国的民主化的过程中了 基本上没有起到很多的积极作用 甚至香港了 就眼睁睁的看到它被毁灭了 那么就发生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那么虽然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了 太那个就是乐观了 以为了那个民主运动了会这么容易 那么也以为了 那么有其他国家了 可以来那个就是那个帮助 但是我认为 那么中国的这个白纸运动了 显示了就说 中国人不管有没有外界的帮助 那么中国人他本土的 他有他各种的就是问题的出现 那么他们的会捍卫自己的尊严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说当这个王二小说 那么只有等到上层精英 他们动了以后 那么才会动 那么这种了就是说 会忽略就是 那个就是每一个人 尤其是底层 那么他遭受的苦难 因为我们知道 当这个就是火灾了 都已经燃到了 那个最顶层的话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实习精英 基本上是无那个法去铺救了 但是从第一层开始 如果你就采取措施的话了 从底层感觉到苦难 你就采取回应的话了 这个时候这个国家还有救 所以我认为王二小了 基本上是要毁掉整个国家 完全是从精英主义的立场 最后他们可以弃船而逃 那么这种思维了 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人也必须警惕这种思维 那么说到白纸运动的影响 人们就自然想到不久前发生的 这个上海万圣节 以及河南大学生 从郑州到开封的业气行动 与八九年 这个天安门学生运动相比 最近年轻人的抗议活动 有人说都属于软抵制 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 更多的属于张扬个性 表达不满 来请教于博士 您怎么看九零 零零后这种年轻人的软抵抗 会不会因为这种软性抵抗 就对当局的威胁更小一些呢 其实我们谈到软抵抗 或者柔性的抵抗 我们还是要先从体制内谈起 其实这种青年人 用白纸运动 用这个劣行 就是个骑车这个行为 来表达他们 大规模的表达他们的不满 你其实是从体制内 是可以看到有迹可循的 在习近平高压政策下面 其实体制内很多的这些干部也好 他们所谓的 他们依靠的这种基础也好 也有软性的抵抗 比如说他叫做不作为 或者是乱作为 或者高阶黑什么低气红 这一类的行为 都很普遍反映在 这个官僚体制之内 所以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不满意 对这个社会的这个 就是政策的不满意 它是一个弥漫性的 它不仅仅表现在 刚刚我们提到的 年轻人他就公开去 在公共场合去表示 他其实在体制内 就很多的表示 所以我觉得其实 习近平也很清楚 现在他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除了社会上大规模 那样一种柔性的抵抗以外 他内部的软性的柔性的抵抗 他也是非常的为难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 暗潮涌动 就是对中共这个政权来讲 他需要面临的问题 他既是一个内部的 又是一个外部的 既是一个国内的 又是一个国外的 所以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现在他采取的政策 我感觉特别是从白准运动以来 他其实是更加倾向于 不发生对抗 因为他知道 他在某一个环节 破防了以后 会引起这个所谓 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现在的国安体制 或者是维安体制 或者是内部的政治安全这个体制 他现在是紧绷着 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什么 在很多的这个报纸 报章上面 或者在政府的内部 各种文件上面 经常看到的一个 就是所谓要忠诚忠诚忠诚 所谓要把民族大业 放在前面 他这个问题就是想掩盖 在这个大旗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而各种社会矛盾 现在他遇到的是柔性 他也不法出拳 不像过去 有些人像六四 那个学生集中上街这个行为 他可以通用军队去做 但是现在的话你不可能 东西去镇压内部那些 没有跟你直接发生冲突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看到 表面的在走上街头的 柔性抵抗以外 我们也非常就是密切的关注 内部那些不合作 或者说呢 用一些比较柔性的方法 来抵制他的这个政策 出现的那些的一些 所谓的也是软性的抵抗 或者说这个无声的一种表达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看起来这个软性 或者柔性抵抗 柔性抗争 对当局的威胁并不一定 就是更小一些 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 与白纸运动及后来年轻人 抗争的主体是两代人 有分析文章认为呢 前者有希望国家 甚至执政党更好的这个理想 有明确的政治诉求 而后者大都是独生子女 在父母的浇灌下长大 一旦遇到挫折 很容易产生一种反体制 反社会的冲动 来请教夏教授 您如何评价白纸运动以后 这个白纸运动 以及之后的这个年轻人 这种软性抵抗 有没有星火燎原 形成大规模社会抗争的前景和可能呢 是 首先呢 中国呢 它的抗争呢 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呢 一直是那个高频率的 那么我那个在我的研究中呢 那么也都统计到 那个在那个本世纪了 那么因为它现在已经停止公布各种数据了 数据已经达到十几万 甚至往二十万 那么每年的这个 所谓的群体性事件 那么所以中国呢 那个它不断地出现这个结构性的耗损 那么中国的结构性的耗损呢 那么这种疲劳呢 那么当然它有它本土的原因 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 现在是独生子女的这个一代了 那么中国的就是全面的 那你会发现呢 那个现在那个工作的生活的 那么这些人呢 那么全面的都是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一代了 那么所以这样的那个一个就是对个人的价值 那么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或者我们就说的这种那个个人主义的东西了 那当然会非常强烈 那么这对共产党体系呢 会对习近平的所谓不忘初心呢 当然会形成一种矛盾 另外一方面呢 抗争呢 它具有传染性 那么具有模仿性 那么抗争呢 它有那个有效性的在台语抗争的艺术 那么现在年轻人 尤其是利用那个多媒体了 那么它在强化它的抗争的艺术 那么它也在模仿那个全世界 无论是那个茉莉花革命 或者是占领华尔街等等 那么它的各种抗争的艺术 那么我认为这种抗争的艺术 当然会那个就是提升那个抗疫的这种质量 那么同样的因为抗争的传染性 那么中国的整个社会的运动的脉搏 跟它的经济的危机的周期 跟它政治那个张力的周期 那么是也在那个共同的那个共振的 那么现在全世界了 基本上我们知道 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 全世界陷入了一个新冠的一个大危机 那么这是百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那么不仅是发达国家 那么那个就是第三次国家 中国的邻居 那么都遭受了非常大的灾难 而要从这种灾难走出来 也非常困难 那么要走出这种灾难 又遇到了新冠带来的全球的这个经济萧条 那么产业链的重组 那么意识形态的这个就是冲突的增加 那么东西方了 那么冲突这个包括锻炼等等 那么会使得中国的经济社会了 出现许多的撕裂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了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白子运动 只是那个刚开始了 你感觉到了有烫 那么这个时候是烫到你手指 那么一种下意是一种反应 但是我们会发现 到时最后这种那个疼痛 那么这种就是高温 那么这种就是那个烧烤了 那么我就当触及到 整个中国国民政治经济的 这个主体的时候 那我相信中国人 那么会有更强烈的反应 好 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 一位叫Michael Yuan 他说大规模社会抗争 一定会再次出现 现在分散式原子化抗争 已经成为常态了 Forest Tree 07 叶齐开封 继2022年11月27号 白纸革命之后 2024年11月8号震撼全国的 叶齐开封行动 再次吓坏纸老虎中共 为什么是开封 因为开封有个包青天 为什么要灭共 因为中共治下没有天理 爆料革命 启蒙的白纸革命 只是起点 叶齐开封行动 只是第二站 必将成为甜蜜蜜 运动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很有意思 除了青年学生和年轻人 张扬个性的柔性抵抗行动之外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各地无差别杀人事件 乘处不穷 最近更是几乎每天都发生 这绝对是一个不祥之招 预示着社会不稳定局面 在飙升 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 首先我来请教于博士 您怎么看中国社会 这种底层互害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 对 出现就是那种非理性 无差别的去伤害 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这个行为 事实上它既有理性的一面 也有不理性的一面 理性的一面就是说 当个人遇到社会制度 无法去寻求正义 或者表达它的主张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行为 你包括这个不光出现在中国 也出现在美国 出现在其他国家 滥射的情况 有一些就是因为 它自己的政治主张 以及它各种情况 它没有表达 或者没有找渠道去表达 它是这些发生的 那么在中国呢 这种情况发生的 更重要的是跟政治结果 社会的人们 在社会中自由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关 但是它非理性的部分就是 它针对的这个对象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互伤互害 就是互害的那个对象 它不能跟自己 并没有一个厉害的关系 也跟导致它 它无法表达自己 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无关的理解 这种情况呢 就往往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并且也会造成极大的模仿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看会紧喷式出现 紧喷式就是社会的模仿性 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一个地方出现了 比如说珠海出现了 开车撞人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在无锡发生的那个 就是持刀去 校园去行踪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就是相隔 没多少时间的事情 它有一个示范性的情况 另外也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动机上激发它 也去做类似行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正常的处理的方法 或者说正常的一个 比如说社会的 特别是政权的 一个反应的方法 是应该调查真相 让人们知道 什么是真相 让社会参与讨论 让社会逐渐的 慢慢的去了解 这些情况是不理性的 有渠道可以去反应 但是在中国这个现实情况下 它没有办法这么做 为什么到底呢 因为它的专制 是不希望大家了解 真情 而且它更怕的是 一旦人们了解真相以后 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反应 所以它直接采取的话 就是压制 把信息封锁 然后呢 用各种方法 千万代谢把它淡化 但这种方法 它只能解决 一时对某些人有用 但是对社会很多 相当群体来讲 是不起作用的 人们已经不相信 这个政府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政府 为什么在处理这些 所谓的突发性事件 它没有 就是没有力道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出现了一个塔西托陷阱 人们不再相信 政府的任何话 即使你讲的是真实的 它也不相信 比如很简单 在厦门出现的 就是杀日本人的事件上 在苏州出现的情况 它都没有公布真相 到现在为止 人们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会 动机是怎么样的 它就很怕这个东西 被连接到政权 自己的失误上面 或者连接到 它的措施不当的这方面 然后引起 这个所谓的骨牌效应 现在我觉得政府 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 一个时期 所以它对很多事情 主要是采取了 这个压制的方法 经济下行 失业率飙升 民间利器聚集 那么这种利器 一旦爆发 具有惊人的破坏力 一个区别于 发达国家的奇怪现象是 中国人遇到不公正待遇 或者受到委屈时 不是向政府抗议 而是底层互害 无差别杀人 发泄怨气 请教夏教授 有人说民众这种挫折感 和社会不稳定局面 就增加了未来 会出现大规模 社会抗争的可能性 您怎么看 是 因为有社会的张力 刚才你列举了很多 那么法国社会学家 土耳干就讲到 那么这种社会的思绪 会引得人们 就各种的非理性的行动 包括自杀的行为的出现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 最近至少是 从我的经历来看 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 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说在河北 和在陕西 这些中国的产粮大省 那么村民会成群 击堆的 那么去跑去 那个烘墙 又收割后的 这个玉米地 或者是麦田 那么掉下的玉米粒 或者股碎等等 或者麦穗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还发生了冲突 还发生了死人 那么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张力 尤其在底层 那么甚至粮食危机了 那么都已经在 开始在显现 那么所以我认为了 当然中国出现 就是我们看到社会溃败 那么那个无序的这种抗争 那么社会那个频率会增加 但是会不会形成 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会不会形成有效的抗争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都看到 那么它的可能性 在于中国的这种诉求 和这种不满 和中国目前的结构性的问题 那么尤其是大疫情以后 会把有些人变成罪犯 会把有些人变成圣人 变成革命的领袖 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 这个革命的领袖 有没有一个群体 有那个就是高远的这种 就是那个政治纲 纲领或者是远见了 能够组织起来 行动起来 那么这个恐怕是我们在期盘 好 我们节目最后呢 我抓紧时间念几段 我们观众的这个观点 一位叫Tater Tater 说底层不团结 媚上互害的文化 才是最绝望的 于四郎 这些事件反映出资讯传播的快速性 就像心理学的百猴效应一样 新的行为模式 在不同猴群之间迅速传播一样 业气开封事件 也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 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与者 好 时间关系不能都念了 实际都写得很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于平博士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 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注目